镜头带您到台中来连线的是台中是有一名贯妾 他疑似是要去中股行销售账货 结果呢他就不满这个中股行的老板开出来的价钱太低了 所以他就下手行妾 结果呢就当场被带 最新的情况连线给我们的记者陈丽如 好笑的主播观众朋友 从监视器画面你可以看到这名女妾贼哦 他力气相当的大哦 看到了这个中股行前面 门口摆放的这个老旧 也就是古老旧型的这个桌上型的电脑荧幕呢 他还是有办法一个人把它搬上了这个机车的住箱 前面的脚踏垫这个地方来 不过呢也因为这个电脑荧幕太重了 而且呢机车的脚踏垫这边的位置太小了 没办法承载这样的一个电脑荧幕 因此在这个女妾贼要离开的时候 整个电脑荧幕就这样重重的衰落在地上哦 导致于说中股行的老板发现了赶紧冲出门外 当场把这个女妾贼压制下来 我们来听听看老板的说法 那么中股行的老板说 其实呢这名女妾贼一开始的时候呢 是要来卖她家里面的一台中股电视哦 她先跟老板询问了一下中股电视的行情 结果老板回给她说一台中股电视行情是150块 但是呢这名女子哦 她在这个落网之后跟警方共称说 她因为是不满这个中股行的老板随便敷衍她 而且还觉得说这样卖的中股电视的行情价钱实在是太低了 所以呢一时一气之下才会在离开的时候顺手把这个放在中股行门口的电脑萤幕整个给搬走 那么这名女妾贼当场被带也被事后赶到的这个巡逻远景移送法办 这是我们来自现场为您掌握的最新情况 把镜头交还给棚内 我们来自现场为您掌握的最新情况